诸佛正法众众尊,直至菩提我归宜,我已所行四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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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,我们上次应该是介绍到这边了,我们已经介绍到第32页了嘛,对不对? 我们应该已经介绍到第32页了,讲到说,我们应该已经介绍到第1,2,3,4,5,第5行说, 诸大圣经一说应起大事之祥,皮纳耶中亦有事说。 这边来讲,我们上次也是介绍嘛,这边来讲说,这是为什么他要用这一句话,他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接下来呢? 就是代表说,他这边引用的,引用的所有的经论呢,都是在以金刚密序嘛,他是用金刚密序。 但是,我们这边所说的,要把世事,如同佛陀的这种想法来讲的话呢,他不是仅限于金刚密序。 不只这样子,就是连一般的,显教的大圣经典里面也有讲到嘛,所以说,诸大圣经一说,也是这样子说。 同样,在皮纳耶,皮纳耶就是我们的戒律经典,与小圣的经典来讲的话呢,也是,一样的讲说,应要把说,观想说, 世尊,自己的师长,或甚至是如同导师,想这样去具备的。 所以我们说,那当然,这边所说的,如大师,或如导师想呢,他的程度会有差别啦,可是,他的程度虽然是有差别,可是他每一个,每一个教授,或每一个教学都有讲说这样子, 像皮纳耶的意思说什么,就是如同说,像他是佛陀的代表嘛,我们在传别写多戒的时候呢, 他好像说,哦,我们所获得借的和尚啊,阿瑟琳啦,好像等于是像他的使者一样, 虽然他不是,不一定是百分之百,就是我们就说,要把他想成就是跟佛无二无别, 可是想要说他是像,呃,他的代表一样,以前老师跟我们举的例子说什么, 就如同好像说,我们明明知道去联合国的时候,那国家的大使,毕竟不是那个总统, 但是你看他们过来的时候,那个礼遇对他们是不是就如同像总统啊,或者说什么来讲, 那为什么,因为就代表说,他就是我们把他如同看成像如同像国家代表, 国家的大使,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威望,而是因为说他是代表国家出现了, 所以同样,那在以皮纳耶,我们至少就是以戒律,或者以别写多戒的这个程度说, 一大使想的话呢,最起码的标准是什么,就是说, 哦,如同他像像像,导师释迦世尊,不一定我们是要说,对这个人啊,他是怎么样, 但是是对什么,是说,哦,他是就是佛陀的代表了嘛, 而到大圣的时候是什么呢,就是说,他跟如同佛陀一样了, 为什么如同佛陀一样呢,哦,他不仅仅是代表, 就是说我可以最接触到的,虽然他的相貌啊,不是以佛陀的三十二相, 把他是随行好的,可是他的功用跟佛是无二无别的嘛, 就像说,我们还举一个什么例子来讲,老师再举一个例子, 说,比如说,你看我们是不是说,假设总统发生什么事了, 是不是变成副总统马上要代理嘛,可是虽然他不是真实的总统呢, 可是他变成是,就跟总统的位置是一样了嘛, 因为在紧急状况啊,或发生什么事情,马上副总统要上去的, 一样,这个就是说,虽然在大圣来讲的话, 他不一定,当然他可能是佛,可是不一定是的时候呢, 对我们来讲是跟佛是无二无别的, 因为他可以给我们教授,给我们的教导, 给我们的指引,跟佛是无二无别的了, 可是到金刚称的,他说大师想是什么, 就是说,我们不只是说他是凡夫想的, 他把这个凡夫的想全部要遮止掉, 他实际就是佛陀了,实际就是, 可是这个是要一层次的,不是说应该从最前面的学大圣法,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人看成是跟佛陀是无二无别的, 他就是佛陀的,这会出乱象的, 这个是一开始还没有了解的话呢, 这会出乱的,就像你看我们是不是说, 有些人说,我们刚刚如果用那个来讲, 他说我是国家的代表,随便去签了你马上信的话呢, 那是会出大乱的吗? 这边应该来讲说,我先去观察说, 他真的是有权利来代替国家做事吗? 哦,这慢慢开始说, 他这样子来一一一做着,这样子去思维, 而不是马上就说,这个人就是佛了, 而这样子来讲的话呢,反而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啦, 或者有很大的乱子可能产生, 所以的确,平安爷,大乘经典跟密续经典, 都有在讲说,事实为佛,或事实如佛, 或者有事为佛想, 但是他们一一一一一的层次是不一样, 说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, 好,那大概是我们上次的复习应该是到这边, 就是第32页的第5行嘛, 就是诸大圣经一说阴起大师之想, 皮纳也终亦有事说, 我们到这边了, 他想说今天把, 这边来讲的话,他是写卷一,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, 法真法师是有讲卷一卷二, 证文是没有啦, 可是我们之后再看怎么样这样子, 他说, 我们到这边了, 就是说, 此诸一者, 未若知是佛, 则与佛, 佛不起寻求过心, 启思得心, 与尊重所, 特应气舍, 一切寻查过心, 修观得心, 此父应如比序所说, 依之而行, 应取诡犯德, 终不应直过, 取得得成就, 直重过不成, 那这边来讲的话, 是说什么的话呢, 我们就说, 那这边来讲的话, 刚刚讲说, 我们应该是如同大圣, 皮纳爷, 金刚密序所说的一样的呢, 那就如同这三个, 不管是在于, 皮纳爷, 戒律经典里面讲也好, 大圣经典来讲也好, 或者密序来讲的话, 应该说, 对生起大师, 或生起导师想的话呢, 这意思是说什么的话呢, 是说, 因为如果我们从我们这一番啊, 把对方是看成为佛的话呢, 或者有这样子的作义的话呢, 我们自己心绪就不会生起过失, 也会生起功德的心的一般来讲的话呢, 这边来讲是说什么的话, 我们在修持, 怎么去修持呢, 是我们要刻意地去说什么, 或者为了做什么呢, 刻意把对这个人的, 看他的过失的心压制, 把他培养的心去生起的, 所以一般我们, 以前老师们跟我们讲说, 这边要怎么修的话呢, 这边所修的话, 如果没有办法, 马上, 马上生起就说, 没有原因的生起, 事事如佛的想的话呢, 应该是想什么说, 怎么样去看看呢, 我们说, 因为以我来讲的, 我自己, 为什么要对我的师长, 或我的善知识去修持, 不是说他从他那一方是真实的, 断除一些过失, 去除一些功德与否, 而是说, 原因再回神, 因为我不需要, 我不希望获得任何的过失, 和我要圆满功德的缘故呢, 我把它看成为, 如同像佛头一样的, 就如同像什么, 他一般举的例子来讲说, 你看, 我们, 就对我们的父母亲来讲也好, 或对我们的老师来讲也好呢, 或者碰到的一般的世间老师, 很多不是圆满的嘛, 很多不是来讲的话, 但是, 我们一念起他们的恩德的时候, 我们是不是就会自然而然, 把我们对他们的那种的, 好像不满啊, 或者有时候想说, 一辈子的时候, 就是有些人是说, 他对父母亲都好像很不满, 可是人家走了之后, 又想到恩德就觉得很感恩啊, 觉得说那一次的, 怎么我还在的时候, 父母亲还在的时候, 我不好好去做的话呢, 同样是这边来讲说, 还在的时候, 你去培养, 那个应念起恩德, 想起功德的心, 他自然而然是就把那个过失面, 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去除掉, 所以同样我在这边是说, 我想要去学法的, 我想要去修行的话呢, 那我为什么要去, 把自己的三字看成为导师般的一样呢, 是因为我要得到所有的好处, 我要去除所有的过失呢, 所以我要应该我要去培养我这边的心啊, 所以实质上说, 这个人, 他是否是真的是导师来讲的话呢, 那是其次了, 这边来讲的话, 不是说真实的就是说, 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就把他捧得像佛一样的, 你知道佛, 而是说从我这一方我的内心去观察的话, 对宫庆的话呢, 是说因为, 我们现在如果从大神来讲, 因为他是把这个所有的道理交给我的, 如果我要依这个道理来一次而修的话呢, 这个来源是清静的, 我要这样去思维的话, 我可以把我的过失去除我的功德增长的时候, 所以对方是否是真正的佛, 还是不是佛, 还是导师, 还是不是导师呢, 那就不是关键了, 你看有些人会说, 你看你的导师怎么样, 我的导师这个好, 或者我的善知是怎么样, 你应该来讲的话呢, 人家是好, 不代表说对我们是最好的嘛, 我觉得最好的, 对他人不一定觉得别的最好, 就像我们在导师院的老师, 如果对大家来的话, 老师他们只会说藏文啊, 老师再好的话, 对我们来讲也没有帮助, 因为语言上就没办法沟通了, 有可能像我们这样子的, 虽然不是懂很多, 可是语言就有占的先天的优势, 对大家有可能帮助有大一点点的, 但对老师来讲, 他们虽然正量是无量无边的, 可是他没办法传递嘛,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, 所谓的为什么要说, 把自己的老师看成为导师想的原因, 是说是从我这一方啦, 不是说他真的他从那一方是怎么样, 关键是在从我这一方要这样子去观看, 所以后面也会讲到, 假设是从师长那边说的是, 不如法的话呢, 也不应该要去做啦, 可是不如法我们也不会马上就生过世的心嘛, 而就是说我没办法说嘛, 如果是跟法不符合的话, 我们是可以说去用言语啊, 善言啊, 说我是没办法的, 这是没办法承办的啊, 但是在这边来讲的它的重要性说什么, 是从我的内心的这一方是说, 因为我想要修持, 我想要如理的去修法呢, 我应该把我这一方对看到自己的师长的那颗心, 从过世的去去除, 从功德增长, 这才是有办法的来源呢, 好, 那因为是这样子的话呢, 我们这边来讲说什么, 他说, 以上,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边来讲说, 在普教赐地广论, 没有直接分, 但在别的解释里面来讲说, 我们在思维依止善之士的这个功德来讲的话呢, 这边可以分为六个嘛,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有说分为六个, 从前面的第一个的话呢, 我们这边是什么的话, 我们前面说, 我们来讲的话, 应该是这边来讲, 我们先回想一下科判的话, 他说, 是不是我们在这边说, 意乐如何依止, 家行如何依止吗, 对不对, 他在意乐如何依止的时候, 是说, 总说意乐吗, 别说, 根本为信心, 跟意念其恩德, 而生其宫金吗, 是不是这三个吗, 他在前面的, 总的来说就是, 华言九星嘛, 和华言九星说完之后呢, 我们这边开始来讲说, 第二, 道之根本, 或者这个根本来讲的思维呢, 在于什么, 是在修信吗, 和修信里面的有六者, 第一者是说, 而这个是在广认的科判没有的, 在别的, 要怎么去申请呢, 说第一, 去宣说出, 信心为一切功德的根源吗, 还是不是他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说, 实际是这样子啊, 你看我们去学任何的才艺啊, 任何, 第一个是要说, 我要相信这个老师有办法把我教好吗, 是不是, 我说如果没有的话呢, 他是不会, 或者说没有办法, 第一个是要我们有信任, 你看我们从小时候, 我们把小朋友送到学校, 也是这个信任, 这个老师会把我的孩子教好, 有这个信心, 我才把他送去的嘛, 所以第一个来讲的话, 不要说是佛学这边所说的功德, 就是说一切的功德的根源的起源, 是什么呢, 它第一个是由信, 有一个信心为开始, 这是第一个, 而第二个是说, 我们开始认识何为信嘛, 这边的信心, 我们上次就讲到说, 静信心啊, 圣解心啊, 浩耀心啊, 什么等等的, 那种等等来讲的话呢, 这种三种的信心是什么, 而这第三个来讲的话, 那我们信心的对象, 是要什么呢, 就是要把说, 意念起自己的师长是, 如同导师, 如同佛般的嘛, 那我们是讲到这边了嘛, 这是第三个, 那第四个是说什么呢, 那我们在对老师, 自己的师长, 起如同像导师, 佛陀的般的想法的时候呢, 那如果不这样子的话, 是说什么, 有什么过患, 如果我们去意念起, 去分别, 去塑造, 或意念起过失的话呢, 这个过患在哪里的话呢, 后面就是讲说, 应该说, 也同样在这一本序, 这本序就是说什么的话, 就是本序, 就是我们前面讲说, 与金刚手嘛, 金刚手请问序, 是不是说, 他这边前面我们讲说, 金刚手灌顶序云, 同样这本序里面讲到说什么的话呢, 我们应该是, 嗯, 这边他说, 应取鬼犯德, 应取鬼犯, 鬼犯他把它翻得很奇怪, 我们好像说是一个鬼犯, 可是这个鬼犯是什么, 就是在我们, 在藏文这边的意思, 没有写成是鬼犯, 这是说什么, 自己的阿瑟利, 自己的导师啊, 我们应该是什么, 是刻意的, 刻意的去修什么呢, 去意念起师长的恩德嘛, 去对自己的师长的恩德去想, 终不应直过, 就是说什么呢, 纵使我看到, 我看到这个过世来讲的话呢, 我应该也不要去执着了, 有可能我说什么, 有些什么过世我们会看到嘛, 因为毕竟我们是凡夫,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, 可是很多我看到的, 不一定是真实的嘛, 就是我们说, 我们从自己的经验, 有太多的东西啊, 比如说, 我刚刚我认为这样子啊, 可是自己找一样, 不是的那样子, 我说我们, 从我们一般的生活, 就已经有太多太多这种例子, 才可以自己对自己明明说过, 说我不是, 不是我所有显现出来, 都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话呢, 那更何况是说我在想学法的, 我有可能, 有可能暂时暂时的看到一些我跟师长的过世, 可是还要再去想说, 那我看到的是否是真的真实的吗, 还是不是真实的, 因为我们从一般的生活都有这种错误的可能的话, 那到底这个是不是也可能是我自己所显现的, 我看到的是不正确的, 那这样子就不太会去执着, 或者就是停留, 或者说好像挂爱在这个过世上面嘛, 所以他说, 因取诡犯德, 终不应直过, 取得得成就, 直重过不成, 是什么呢, 那好, 如果我们取其余他的功德, 去遮止他的过世的话呢, 在我们内心的话呢, 这个对我们来讲什么, 只要在因为透由这样子去思维, 或者我们去意念的话呢,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作为根源, 我们可以获得所有的成就了, 所有一切的成就我们都可以获得了, 那如果去直取以过世的话呢, 什么好处都没有嘛, 什么也都不得成嘛, 所以他是不是这边来讲的, 他依这个密序来讲, 不是说我们一定接触到所有的世上, 百分之一定就是要是佛, 但是如果从我这一方, 我可以去修这个信念来讲的话呢, 纵使他不是佛, 纵使他不是导师, 他是一个凡夫, 他可以依照, 引导我们正确的法的话呢, 我可以依这个法, 而获得, 我会获得成就, 他可能是做的是恶业, 可是我可以获得的成就了, 同样, 我不去这样子想, 我不去做这个事情, 而去依念与过世的话呢, 那变成我什么也没获得嘛, 我什么好处都没有获得到呢, 那同样在这本序来讲的话呢, 纵使是这样子, 有些师长, 我们后面看的话就是说, 为其尊重, 虽得真上, 若紧聚其少有过处而观察者, 则必障碍自己成就, 虽过真上, 若不观过, 由功德处而修信心, 以自当为得成就因, 事故凡事自知尊重, 任其过失, 若大若小, 应当思为寻求失过所有过患, 多起断心而灭除之, 涉由放逸烦恼盛等之势利固, 发起寻觅过失之时, 亦应利利回处防护, 这个来讲说什么呢, 就像上面以上所说的这本序所说的一样呢, 那纵使是功德大如山的, 非常大的这样子一个师长来讲的话呢, 有可能还会有一些的, 些许的过失吗, 或者有可能是我从我的内心, 看到一些的过失, 好像说他跟我的作风不一样啊, 跟我的想法怎么不一样, 有可能纵使我们常有这样子吗, 是东俄大到山一样的这样子的呢, 我们还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, 那我们不应该去停留, 一直在盘流说, 他怎么跟我的作风有一点点不一样, 他的想法有一点跟我不一样, 而是刻意的说什么呢,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子停留, 或者只原在这个过失在上面的话呢, 这对我们获得成就反而是一种障碍嘛, 对我们是不是常常可以看到说, 不要从法上面, 我们经常都从世间来讲, 如果我们在学任何东西的时候, 我没有去对老师有一分好像说信任, 反而是说, 好像什么老师这个地方啊, 或者那个地方, 或者今天假设我说你看他穿着穿得不漂亮啊, 或者他讲话的声音, 怎么怎么我们偏这一面去想的时候呢, 就是对我们来讲自己本身没有任何的好处嘛, 反而对我们学习是有一个, 老师教的课程我没听进去, 我反而想说, 奇怪老师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奇怪啊, 讲话怎么声音沙哑, 怎么怎么这样子的话呢, 反而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嘛, 可是反而如果老师, 有可能他不一定是完全的完美, 但是在我的内心当中想说, 老师是像完美般的一样, 是我们到过了十年, 二十年, 三十年之后, 回想起这个老师的时候, 都会觉得他一辈子是我们的恩师嘛, 一辈子是我们的恩人, 一样的这样想法呢, 如果世间的学习啊, 一般的学问都是如此的话呢, 各很况是讲说修心的, 这个地方来讲的嘛, 所以他来讲的话呢, 重视, 我说老师, 我们的师长有大的过失来讲的话呢, 我们因为已经有这种的师徒的关系, 已经有了这样的关系, 我们不应该是停留在于这个重大过失, 我们可以做什么, 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慢慢的, 假设我们的意念,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远离啊, 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淡掉啊, 可是不应该说我就一直停留在过失上面来讲, 这个对我们自己来讲是, 因为我们说要反过来说嘛, 我说我为什么会去想学法, 是因为我想要修行, 我想要获得功德, 人家真实他是有过失的话呢, 那是人家的问题了嘛, 对我来讲, 我一直在停留说, 人家有什么过失啊, 人家什么不好啊, 人家做, 说实话, 你根本没有伤害到他人啊, 你自己在伤害自己的嘛, 伤害我们自己的心, 那重视我们可以, 我们做的想法不是说, 因为我们曾经有遗址过, 我们就一定要看到过失, 还要在那边停留, 那没有啊, 我们可以慢慢慢慢远离, 可是就不要停留在那边过失, 他怎么做是他们, 可是我从我这一方来讲的话呢, 我不应该再去那么的在, 已经都是所谓的往事了嘛, 我们已经是过去了, 你再停留在这个来讲的话呢, 对自己来讲也没有帮助嘛, 他没有任何的义趣啊, 如果想要获得成就啊, 如果想要修行, 反而是把这个地方放掉, 把他放淡, 当然要继续教训嘛, 如果是真的有过失, 有不对, 继续教训之后, 下一次不再做这个同一个事情嘛, 所以呢, 我们在讲说, 重视, 如果说功德大, 我们看到是障碍, 我们自己的问题看到是过失呢, 我们当然不应该是停留在这上面来讲, 更, 更上一层是说, 重视它是真的是过失来讲的话, 或真的有这个瑕疵来讲的话呢, 我们应该也不要再马上再细细分析说, 这个过失是怎么样啊, 为什么这样子来讲, 这个对我们,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正义来讲, 我要获得羞耻, 我要获得成就, 你说你去观察这个过失, 对你获得安宁, 获得快乐, 获得成就, 有任何帮助吗, 反而是没有任何帮助吗, 重视说这个是成立的, 像我们说声音是无常一样, 这个是成立, 这个人是有这个过失, 这个是成立的, 可是你成立这个又有什么好处, 这个跟我们自己要修心, 自己要获得成就, 有什么相关联, 一点, 这样子想的话, 觉得一点相关联性都没有吗, 纵使它真的是有啊, 我们认知, 了解, 那就可以了嘛, 这是事实, 可是, 你在那边一直在反复的去思维, 在找那个, 那种里面小小的瑕疵的话呢, 一点好处都没有嘛,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, 应该是说什么, 我们重视看到过失,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边, 反而是说什么, 看到那个功德, 从功德面说出来嘛, 为什么, 我们常常来讲的说, 不要说是师长, 我们说任何的东西, 都有它的善恶, 好跟坏的, 没有一个是觉得, 我们说什么, 我们说像, 就怎么说, 大家说烦恼, 烦恼都有它的功德面呢, 太后说我们一般说, 烦恼的功德面是什么, 它是可以被忏悔掉的, 它是可以被洗涤掉的, 这是它的功德, 那同样以前他们说, 那佛的过失面是什么, 它是对危害的那种所有的烦恼了, 它说出对烦恼的危害了, 它是烦恼的敌人了, 所以它也有对烦恼的过失这一面了, 所以每一个, 重视是任何一件事情, 都有它的善, 或者好跟坏的, 或者它是对某一件事情是善跟坏的话呢, 那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那个坏的面, 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好处吗, 反而从好的那一面升起了, 或者去思维的话呢, 那就对我们自己获得成就, 这变成一种顺缘了, 如果去思维过失的话呢, 对我们自己要获得成就变成一种逆缘了啦, 而因为这样子来讲的话呢, 因为以上的这个缘故, 那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善知识,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说什么, 是说为其尊重, 虽得真上, 就是说我们, 因为它把它翻得有一点的, 它把它翻成有一点的难懂, 我自己来看的是说, 为其尊重, 这个尊重在藏文的意思, 不是尊重的意思, 是自己的师长啊, 自己师长啊, 师长, 他说, 自己的师长的功德虽然是, 或者得恨功德虽然是, 非常的高啊, 或非常的大啊, 然景就其少有过处而观察者, 如果我们仅仅只停留在说, 我们不去看它的功德这一面, 停留在它那个少许的这个过失的这一面呢, 则必障碍自己的成就, 我们是障碍自己得到获得成就的这一方面吧, 那虽过真上, 若不观过, 由功德处而修信心的话, 在重死的状况, 自己的师长是有一个过失, 可是我们已经跟他有关系, 或他的那个恩德的那一面呢, 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认识他的过错嘛, 我们一直在讲说, 这个过错如果是真的是有的话, 我们要去认知, 可是不是在那种, 好像就停留在那边了, 因为我们常常会把自己而蒙蔽了嘛, 就是我们以前常常举的那个例子, 比如说举的什么, 常常大家应该知道, 比如说我们有, 假设说是夫妻啊, 或谈过恋爱的时候呢, 刚开始完全是好的, 到最后要离婚的时候, 全部都是过失了嘛, 好像说他一分的功德都没有, 可是他也不是这样子啊, 他不可能是一分功德都没有, 可是我们变成是什么, 为什么, 我说从早看到完就是讨厌了, 就是我们停留在过失的那一面嘛, 大家自己的经验都知道说, 这对我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嘛, 反而从早看到自己的, 我说的另一半来讲的话呢, 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, 心灵都不开心的话呢, 一点帮助都没有嘛, 那我要获得这快乐, 我们已经认定了是我们的伴偶啊, 或者另一半来讲的话呢, 那不如说我们不要, 他如果有过失, 我们知道认知, 可是不要停留在这边, 而去把他说看出他的好的那一面, 功德的那一面去想的话呢, 虽然有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, 对我来心里是不是获得了清凉, 获得了安乐嘛, 就是说我没有一直停留在那边, 没有一直在, 就是说在这过失那边打转的, 所以虽过真上, 虽然有可能他有一个大的过失, 如果我们不是在停留啊, 或者不断的不断的在看那个过失, 可以从他的好处的那一面去思维的话呢, 由功德处而修信心的话呢, 与之当未得成就之一, 这就是我们依此而可以获得成就嘛, 获得来讲, 可是他这边来讲, 不是叫大家刻意去塑造出一个功德哦, 明明知道不是功德, 塑造出一个功德, 明明知道是有过失, 塑造出是没有过失的, 不是这个意思, 而是说, 我们内心知道之后, 这个过失, 我们过失认之为过失的时候呢, 就不停留在那边嘛, 哦, 我认识这个我要避免的, 哦, 看到功德的那一面来讲的话呢, 这样去思维嘛, 所以他说, 呃, 以至当为得成就之因, 事故凡事, 自知尊重, 所以, 因为这样子呢, 凡是自己的师长嘛, 我们现在一直来讲说, 所谓我的师长, 不一定是大家的师长啊, 或大家的甚至, 凡是为我自己的善之士的话呢, 认其过失若大若小, 应当思维寻其失过所有过患, 就是说, 如果已经我认定了, 我觉得他是我的善之士, 他是我的师长来讲的话呢, 你看他后面这一句, 如果这边来讲说, 如果一定要, 钟大师从这边开始, 在大圣的跟毗纳也的修法, 就是说, 你要看成你的善之士是佛的话呢, 他怎么会说, 若是自己的善之士, 不管他有过失是大或小, 那不是相违背了吗, 对不对, 我说他又说他是, 你说你要把他看成就是佛, 他就是佛了, 实质上也就是佛, 怎么会有说或大或小的过失, 如果这是钟大师的真正的义去, 在这边来讲的话, 当然我是说, 我们待在密称的时候, 依着密序, 那是另当别论了, 那是另外一层的修法嘛, 就是你看就是等于说, 你看我们说从小秤的经典是讲说, 你应该去为你自己一个人, 只为你自己一个人去修持, 希求泄脱的心, 这是在小秤的经典是, 很明显的很明确的去讲到呢, 可是大圣来讲的话, 从大圣, 菩萨经典是不是说, 这就是有过失的吗, 从大圣的角度来看的话呢, 你为只为你自己一个人去需求, 泄脱的心的话, 这是百分之百有过失的, 那同样, 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, 这边所说, 你要看自己的师长, 或者去修自己的师长, 是如同佛呢, 它没有叫说, 你要把它看着就跟佛是无耳别, 或实质的佛, 而是说, 它对我的恩德就跟佛是一样的吗, 这就如同像佛陀在我的面前来临的一样, 而不是说他就是佛了, 如果他是佛的话呢, 这边就不会说, 他的过失或多或小嘛, 那所谓的在要看到是跟佛是无耳无别, 就是佛, 怎么是在密称的了, 这个真的就是说, 他那个时候的修持, 那个时候的修持, 你说这个密称的修持, 适合拿到说在, 就是一般显教大圣的地方, 就不适合了嘛, 但是颠倒, 各个各个有地方, 就刚刚我们讲的一样, 小称的修持, 你到大圣的时候, 那个时候的警卫, 仅仅为自己希求的泄脱的心呢, 反而是对大圣的修持是有障碍, 没有功德, 可是没有说, 这个是一般不是我们修的, 只是在每一个阶段有他自己的修持, 不能把他全部混在一起啊, 那同样在这边来讲说, 因为, 对我们自己的, 他这边来讲的, 为什么一直在中大师是提说, 是自己的尊重, 或自己的师长的意思, 就是说, 有可能人家是觉得我们认为的师长是一文不值嘛, 或者说什么都没有用, 可是对他来讲, 有可能是他认为是一文不值, 可是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师长嘛, 他来教导我, 这跟他人认不认定是没有任何的关系, 是我这一方啊, 我从我这一方, 我认为他是我的师长来讲的话呢, 纵使这个师长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过世来讲的话呢, 我们应该是说什么, 如果我从这一方去观他的这个或大或小的过世来讲的话呢, 有什么好处啊, 一点好处都没有嘛, 我如果去观这个过世, 不管是大的或小的来讲的话, 对我本身来讲的话呢, 是没有任何的功德, 反而是有过世嘛, 反而是对我来修持, 我来修心, 是有过世的话呢, 如果我自己这样这样子要伤害我自己的话, 那我不如从称, 现在就把它好好的遮止掉, 不要去做那些自己伤害自己的心嘛, 对不对, 我说你看, 我纵使我看到我以前有这个官的师长的话, 我跟他有关系的话, 我去停留在他过世上, 是不是我们就觉得这很愚痴啊, 我说你看, 旁边你真的想要伤害他, 你没伤害他, 你伤害到自己啊, 不断地让自己的越来越郁闷, 自己忧郁啊, 自己晚上睡不好觉啊, 什么等等的话呢,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种说法吗, 所以他这边来讲的说, 就是说, 过世若大若小, 应当思维, 寻求失过的话, 我们应该好好去思维, 如果我是去停留啊, 或者不断地在看的, 停留在这种师长的过世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, 只有过患嘛, 没有好处啊, 对我自己来讲是, 没有过患, 只有好处, 只有过患的话呢, 多取断屑而灭属, 应该好好地去, 想各式各样的方法, 起各式各样的那种的, 去断除他的心, 一一一地生起, 而去把它遮止掉, 去除掉了, 所以这个是来讲说, 意念起说, 对, 或者思维, 如果我们假设去停留啊, 或者去意念起, 我们自己思长的过世来讲, 对我们的坏处是什么啊, 他的过患是什么的话呢, 这是第四个了, 后面第五个来讲的这一段呢, 是说, 那好, 那我们要怎么去遮止, 怎么样去防护这些过世来讲的话呢, 就说, 设由放逸烦恼盛等之势力, 故发起寻觅过世之时, 那有什么时候呢, 我们会发生什么事, 是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放逸啊, 你看我说, 有时候我们会有什么, 你看父母亲以前说, 假设我说, 像我以前在美国, 我知道我母亲的话, 她说什么, 哦, 星期一到星期五是不能看电视的, 只能在周末那样子来讲的话呢, 会觉得说, 怎么这么啰嗦啊, 怎么这样子, 那一讲, 可是那是什么, 那不是父母亲的过患吗, 是因为自己的放逸吗, 自己想要的, 或者说你看有些人说, 你看我, 或者我举一个什么例子, 或者以我们现在修行, 因为我说, 以前不知道, 可是在前几年, 我看到台湾有些的比丘尼, 说什么, 你看佛陀是男女不平等啊, 因为男生只有253条界, 女生有364条界,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平等的啊,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, 我说这个是佛陀自己的过失吗, 还是因为自己的放逸, 一般应该是说, 因为我们自己想放逸, 会觉得说, 这个数字不平等了, 从数字方面来讲说, 就认为是不平等, 那真的来讲的话呢, 有不平等了吗, 也不会不平等嘛, 我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, 为什么有些男生可以做的事情, 女生不能做, 有些女生可以做的事情, 男生不能做呢, 那是更不平等吗, 那我说, 比如说, 我们男生不能生小孩啊, 对不对, 我说那只有女生可以生, 那就更不平等了, 这样子, 对不对, 我说那个本来就是, 是因为我们像上次跟大家介绍一样, 每一条每一条界, 佛都制出来的, 不是没有缘故, 是为什么会有253, 为什么会有364, 是有每一个人, 1111的犯了过错, 所以1111的字出来了, 那如果那时候的比丘有犯过, 那就不会只有253的, 会有超过253的, 说实话, 我们上次是不是跟那一条界来讲, 以一个出家比丘的界来讲的话, 是不仅仅是停留在253的, 253只是直接宣说出来, 他以这个隐身出来的是无量无边的, 那同样, 以说比丘尼的界是364的话, 是不是只停留在这个, 也没有, 他也可以依这个而延伸在无量无边的了, 这个是没有, 可是如果因为这样子的, 自己想放逸, 觉得说, 你看, 男众只有253, 女众有364, 这不平等, 说实话, 真的想法, 我说如果他真的是想要说, 想去了解佛陀的历史, 为什么直接, 就不会有这种说辞出来, 可是应该是什么, 是因为, 会觉得说因为数字的差别, 为什么有些人要比较严, 有些人不能这样子的话呢, 这是自己的放逸的缘故吗, 或者你看有些是什么, 有些师长是不是说, 你看他对有一些人是, 他怎么样他可以做, 对我来讲特别严啊, 那他就会有那个, 升起那个心的话呢, 这个过世来讲, 是不是有时候也是因为, 自己的放逸吗, 自己觉得说, 那有可能师长是对自己的想说, 你可以成才的嘛, 成器的人啊, 我就要比较严了, 人家是没办法成器成才的话, 那就放宽松一点啊, 那可是自己来讲会觉得, 怎么因为自己放逸啊, 为什么人家对我更严的话呢, 这是一种因素, 所以说摄由放逸, 我们自己有时候是透游放逸的, 那有些人是什么事, 因为烦恼多余嘛, 自己的缘故啊, 而不一定是师长啊, 自己的烦恼的, 多余的缘故, 这个力量呢, 而升起, 这什么呢, 发起寻觅过世之时, 当我们因为自己的烦恼多, 放逸心多, 而去寻找, 好像去找说, 百般的去思维说, 好像是看为说, 这样子过世来讲的话呢, 我们应该要好好做什么, 应该说, 亦因利利回处防护, 这边来讲的话, 是说什么的话呢, 真的可以遮止掉啊, 或者停留到这过世的心, 是什么的话呢, 唯有头有一种方法, 就是说, 我要先认知说, 这是不对的嘛, 回处, 回处的力量, 不是说我就避开了, 回处是说什么, 第一个是, 至少我从, 如果我们从做的方法什么, 可以避开的话, 我心平气和去想说, 这个有什么好处啊, 这个做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, 哦, 去, 没有任何好处, 他就想要去遮止了, 往昔这个做的是, 遮止, 回处, 遮止掉, 遮止掉之后呢, 要防护说, 那我再不要这么笨的, 只不要再去做了嘛, 你看我说我们很多, 真的要想要停掉的, 过世的话也是这样子嘛, 我们是我常常, 一般是开玩笑, 可是一般是真的说, 你看, 如果我对像喝可乐的这样子来讲的话呢, 真的要改掉的时候, 以前是因为你看人家说, 哎呀, 你喝汽水啊, 喝可乐是, 没有好处, 我就当耳边疯嘛, 哎呀, 你说你的, 我说我的, 或者你说, 啊不好, 这道理我会早就知道啊, 说什么人家丢一个什么, 那个什么, 那个铜板进去, 他会把它过了一个礼拜会腐蚀掉啊, 什么鱼骨头进去会腐蚀掉, 这我真的我也看过啊, 这个我也看过, 可是你打动不了我啊, 对不对, 我说这个事实我也知道, 真的要改掉这个习惯说什么, 第一个是说, 真的这对我来讲是没有好处的吗, 先去, 先避开, 这对我没有好处, 你看我怎么那么傻, 以前喝了这么多啊, 浪费了钱, 毁坏了自己的身体, 什么都没有好处, 对不对, 我说一一一的过失想到了之后呢, 那下次是什么, 那从, 这叫, 这我们来讲说什么, 这叫回处嘛, 防护是什么呢, 最主要当然不是说防护在外在的, 而是从内心说, 好, 我纵使在碰到的时候呢, 我不要再去, 至少给一个自己说什么, 我不要再用手去碰了嘛, 对不对, 我说我内心有可能刚开始, 还是想要啊, 那至少起码什么, 我不要用手去碰嘛, 所以慢慢慢慢这样子, 才有办法改过一个, 像我说, 你看, 我说喝, 就实际想喝汽水的这个过患嘛, 这是很简单的, 从外在的, 你看我们, 有些人说, 那个不难啊, 我从来就不喜欢喝汽水, 这对我来讲很简单, 可是人家认为简单的, 对我来讲很难啊, 我认为简单的, 对人家可能是很难的一样呢, 那我们, 像我对这样子喝汽水过失的话呢, 它就是要用从防护, 先从什么悔恨, 忏悔, 这边悔除啊, 就是知道以前的过患嘛, 他以后再也不要去做的时候呢, 这样子简单的一个说, 所以喝可乐的过失, 都要这样子的话呢, 更何况是我们内心的过失啊, 内心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, 都是要透由这样的过程去说, 从回处, 再去防护, 所以唯有透由这样子的方法呢, 才有办法去把它改掉了, 他说, 若如是行, 利见为劣, 是什么呢, 说, 如果可以依这样子去行持啊, 去做的话呢, 自然而然那个想要, 刚刚这边来讲, 想要寻找过失的力量, 就会减弱了, 就像我说很明显的, 你看我说, 刚刚讲我们说要喝可乐来讲, 因为已经好几个月没碰了, 真的自己的那种欲望, 对那个想要喝的, 会越来越少了, 真的就是, 你看我说以前来讲的话, 像这种天气的话, 或者泪, 或者这种是说, 特别是自己泪的时候啊, 那时候以前辩论啊, 一泪就想说, 就喝一个, 就提起精神了, 那好, 怎么样了, 那好,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泪是什么, 我很容易背酸, 我是会背酸啊, 那样子, 那时候背酸就会, 下来喝一块, 我觉得好舒服哦, 那好, 没关系, 再来看经书啊, 再来教课, 都没关系了, 这个来讲的话, 特别是这种时间也会呢, 那可是现在就, 真的发现说自己再累啊, 也在想, 也不会想要喝了, 慢慢慢慢又改了, 这还一步一步来讲, 不是说好像我现在要改, 明天就会有成果, 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呢, 真的那是不实际的, 的做法, 那个很难说, 真的长远的, 而是说什么呢, 我们应该想说, 真的从我这一方面, 感到悔恨了嘛, 我为什么以前, 这样说, 之后从防护, 防护它是慢慢慢慢, 逐次渐进的, 这样说好, 一一一的去遮止掉的话呢, 那慢慢它就可以把它去除掉了, 那所以我们这边讲说是说什么, 说若如是行, 历见为烈, 汉说什么呢, 那, 这说什么呢, 刚开始从过世这边要去遮止嘛, 从另外一边从这个, 另外要说什么呢, 我们从好的这一面去思维嘛, 对师长来讲的话, 说什么, 我们去思维, 他的戒律的功德, 思维他对多文啊, 博学多文啊, 引用经典啊, 等等的, 还有说什么, 去思维, 不断地培养我自己的内心, 从外面是说, 我去思维他的清净的戒律, 我去思维他的多文, 从我这边来讲说什么, 我增长, 我这边的信心的话呢, 这边来讲的, 往这边去思维的话呢, 我功德的心会不会一一的增长, 过世的心会一一的遮止掉嘛, 就像刚刚讲的, 我们思维喝可乐的过患, 不断不断去思维喝茶的功德啊, 但自然是不是就不断说, 哎,茶是清凉的啊, 是自然的啊, 什么的话, 就一一的对喝茶的那种的心, 就会不断不断地增长了, 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是, 对茶的喜爱嘛, 还是不断不断增长, 不断不断增长, 这样子来讲的话, 一样的话呢, 那我们同样在修止, 一止三止四的心的话呢, 也应该是这样子去做的, 和如果可以这样子不断地窜息, 不断地休息的话呢, 那纵使看到一些那种, 些许的啊, 小小的过失来讲的话呢, 纵使看到, 但是因为我们的心, 一直一直往那一个的, 善的方面, 功德的方面去直取, 去思维的话呢, 纵使看到那么一点点的过失, 也不会成为我们的信心的障碍了, 就如同说什么呢, 他说, 就像什么, 他说, 例如你看我们, 见到自己的敌人啊, 不喜欢的人呢, 我看到他很多的功德啊, 很多的好处呢, 可是我只要看到那一点点的那个过失, 就可以把他所有的功德, 全部都抹灭掉, 这个人怎么这么差, 这么烂啊, 什么什么什么那样子, 那同样的, 在我自己的身上呢, 我自己明明知道, 我有很多的过失, 但是我们同样没看我说, 我最好了, 我怎么这么好啊, 那样这么好, 那么小小微不足道的一个功德呢, 因为我串习的这个太多了, 我把我自己看到自己的过失的心, 都全部掩蔽掉了嘛, 我们自己经验上都知道这个时候呢, 是不是也同样在这边, 你看, 他在中大师一直在讲说, 修一止善之士的信念, 没有说你就要把它变成说, 你要塑造他是佛啊, 他就是佛啊, 我而别, 他说我们是说什么, 我们内心不断地不断地去培养在功德这一方面来讲的话, 纵使我是显现出, 他有一些的过失, 或者那种微不足道的过失呢, 但因为我的内心是一直往善的那一方面去想, 我自己培养信心这方面来讲, 这对我的信心是没有任何的影响, 那反而, 我一直在讲, 讲他的过失, 一直在思维他的过失, 他有没有好处, 一定也还有好处嘛, 可是他在我的眼中, 他做的好处就是说, 哎, 你看, 这人假惺惺啊, 这人什么都不是啊, 我好像又要用我的过失, 把人家去磨灭掉了, 这都已经是不正确了嘛, 都有偏执的, 我们来讲, 所以这边来讲说, 所修善之士的意思就是说, 我怎么把, 我的过失的这个心, 我从我这一方把过失去, 去除掉, 怎么样把功德不断不断地培养了, 或增长起来, 好, 那后面就说, 复赐如大一护, 持中关剑, 荆州大师, 持为士中, 十项分剑, 由剑门中, 虽有胜裂, 然大胜道总体, 次第, 即菩提心, 是由一笔时得发起, 故指荆州为诸尊重中, 无能彼者, 是说什么, 他就举一个例子嘛, 就是他这边要用玉了嘛, 就如同像什么呢, 就是大一护, 阿底侠尊者来讲的话呢, 阿底侠尊者是什么, 阿底侠尊者是持中关剑, 不只是持中关剑呢, 是持中关硬成派的见解, 而他的印尼, 印尼的老师, 荆州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印尼嘛, 就是所谓的波罗浮图, 我们现在常常讲说波罗浮图, 波罗浮图, 听大家说是全球最大的佛塔, 还在那边, 就是说他从以前郡州大师的, 就是十二、十三世纪的这个时候呢, 十一、十二世纪的时候呢, 就建立起了最大的佛塔, 所以我们所谓的以前, 阿底侠尊者从孟加拉渡船三个月去, 最早上去到印尼, 就是经营着爪哇, 他们现在说, 我听人家跟我讲说爪哇, 爪哇的话, 我听他们说什么, 因为他见到荆州大师, 第一个地方叫Mugachata, Mugachata的意思就是荆州了, 就是在印尼话, 现在这个意思还是代表出荆州, 所以他为什么叫荆州大师, 是这个意思, 在印尼的这个地方呢, 和荆州大师呢, 他自己持的剑是什么, 是韦斯派的剑, 和在韦斯派的里面呢, 有两派, 有一个叫假象派, 一个叫真相派, 而荆州大师, 他是为氏派里面的叫真相派, 那个意思, 真相派跟假象派是什么, 大家还记不记得, 我们以前跟大家略略介绍, 为氏派的话, 为氏派是不是成许说, 没有外境嘛, 一样嘛, 所有都成许说没有外境, 但没有外境的时候呢, 假象派他的成许说什么是, 我们的眼视, 看到瓶子的时候呢, 他看到瓶子是颠倒的, 不如同他所看到的呢, 这叫假象派的, 就是我们, 假设我们这个眼视, 我们的根视呢, 我们凡夫去看到瓶子呢, 这个瓶子是, 不如同我们看到瓶子般的这样存在了, 因为他说, 他把我们这样的凡夫看到瓶子, 就把瓶子跟瓶子是外境存在, 混在一起而去看到了, 所以没有任何是真实存在的这一份呢, 而为氏, 真相派是什么, 同样是说无外境存在, 但是他什么真相, 他是说, 看到瓶子的眼视, 看到瓶子般呢, 是百分之百如同存在的, 他看到瓶子是外境存在呢, 是不存在的, 他把这两个分开来了, 就是他看到瓶子的当下呢, 把瓶子看成为瓶子是真实的, 把瓶子看成是外境存在, 是不真实的, 不存在, 他把它可以切割, 这叫真相派, 因为他把瓶子看成为瓶子, 这一块是真实的嘛, 真的这样存在了, 而, 为氏假相派是说什么, 是没有, 你不可能这样子分开, 没有说你可以把瓶子看到这样子一分, 把瓶子是外境存在这一分, 没有这样子的, 我们这样凡夫, 怎么样看到瓶子呢, 他百分之百就是没有如同我所看到的, 我看到的都是错乱的, 都是颠倒, 没有一个说瓶子归一边, 瓶子是外境存在一边, 它是两个就混在一起了, 百分之百是假的, 所以刚刚, 荆州大师他持续的见解是说什么, 是为氏真相派了, 大家说, 然荆州大师持为氏中的十相分解, 就是所谓的真相派了, 所以大家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那种故事, 荆州大师每一次看到阿底峡真者就有点讽刺, 就说, 你是我断灭见的那个弟子吗, 因为你持所有的, 他说就等于说, 荆州大师认为像阿底峡真者, 你说一切法事无地实存在的时候呢, 以为氏派的观点来讲, 你这个人就是说一切法事没有的一样, 你这个见解是跟你说一切法事不存在的说法是一样的, 所以他就说, 你是我的这个断灭界的这个弟子要来临的呢, 那来讲的话呢, 那虽然由见解门中虽有胜裂, 从见解当中呢, 弟子阿底峡尊者的见解我们会说是更究竟的, 以荆州大师他的见解是为氏真相派来讲的话呢, 他的见解本身从见解上面来讲是有过失的, 或者比较劣的呢, 但是然大圣道的总体的次力, 整个脉络, 整个方向, 怎么去修持, 特别别别在这个里面呢, 这是从总的也有介绍, 特别特别对阿底峡尊者介绍什么呢, 如何修其菩提心嘛, 不仅是说如何修其菩提心, 还叫做说依着自他相患的这种的衣柜, 自他相患的修持法而去教导阿底峡尊者呢, 所以, 即菩提心是由依彼使得发起, 是依着荆州大师呢, 才在阿底峡尊者心绪当中, 蒙起发起这种, 好要菩提心的这种的种子呢, 所以事故指荆州大师为诸尊重, 所以阿底峡尊者呢, 在他人自己的内心, 他不会停留在说, 你看他的见解比我差啊, 他没有不如我啊, 见解上面, 他反而是说因为, 荆州大师介绍我了整个整体的大三道, 以及特别的在介绍了, 这种菩提心的缘故呢, 在众多的师长们, 在众多的善知识, 自己的善知识当中呢, 可以说他是无能平行的, 他是没有人跟他相比的, 在阿底峡尊者的见解当中呢, 是这样子的, 好, 那我们在这以上的话, 应该是前面的五个, 所以我到这边,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 来讲说, 法真法是要分出, 这个一个卷一卷二了, 所以实际来讲的话呢, 藏文是没有断, 因为这个科判都还没有结束, 这一段落都还没有结束, 我们是刚刚讲说, 是不是说, 一切功德的根本是为信心, 认识何为信心, 依着这个信心, 要去意念起, 自己师长是如同佛, 如果去意念起过失的过患, 如何去遮止, 他现在怎么要讲第六了, 第六是说什么的话呢, 我们这边第六是讲说, 那不管是怎样一个师长, 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善知识呢, 我们都不应该去分别, 或去意念起过失了, 他不是说好像, 我这个师长一定要到说什么, 我到某一个程度啊, 或者高高在法座上面来讲啊, 他那个在教我怎么去撒扫停除啊, 或者教我怎么供水的, 这个师长就不是那么重要的, 不是, 这个是师长是为师长是一样的, 没有说好像教导我生活的老师 比较不重要, 教导我经书的老师比较重要, 教导我什么菩提心的老师比较重要, 教导秘法的老师比较重要, 都不一定, 不是这样子, 而是说所有的师长, 不管是怎么样一个善知识, 怎样一个师长来讲的话呢, 都不应该我们去意念, 或者停留在这样过失的地方, 好, 那我们下次就从卷二的这个地方开始了, 这样子, 好, 那我们就请回向了, 愿消三藏诸烦恼, 愿得智慧真明了, 愿罪障惜消除, 事事长行菩萨刀, 都不应该是什么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